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个星期五个交易日中 澳洲股市最终总体是上涨了1.4% 并且也是逼近至6794点的高位 这个价格也是过去12年附近的最高价格 那么在中国方面 上周五上海上证指数上涨0.2% 深圳上涨0.04% 护城大盘指数上涨0.18% 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平均的涨幅约为0.5%至0.8% 而美国方面 纳斯达克科技指数上涨超过了1% 道琼斯三菱工业指数上涨是比较少 只有0.3% 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依然维持在1420附近 而油价则在底部56.10附近 比特币价格下跌10% 最新报价目前对比上周五 价格下跌1000美金 目前的报价是9100美元 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说两点 第一就是说一下 在过去两年非常热门的 澳洲生产电动车 所需要的电池原料的 锐矿和涅矿骨 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呢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朋友们 都纷纷问我们 第一就是 为什么我们不推荐 澳洲的矿产中 其中的这个锐电池 和涅电池的生产企业 就是涅矿和锐矿 因为这些股票呢 在17和18年涨幅非常的惊人 但是从19年开始呢 却下跌非常之多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前 调至2014年 我们知道呢 当时中国是发布了 国家政策 大力扶持电动汽车生产企业 并且呢 给予每一辆符合电动车 生产企业标准的 这个最终生产出来的汽车呢 在零售价格上 补贴高达两至三万人民币 那么这也就使得 在过去几年中 特别是14年开始呢 新兴的电动车生产企业 犹如雨后春笋般 在短短两年时间 就出现了超过100家生产企业 这么多生产企业呢 纷纷第一是抢夺 这个未来电动车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第二呢 也是希望在电动车的领域 能够超过其他的欧美国家 这一些呢 都没有错 那么电动车的热潮 也使得澳大利亚的很多 生产锂电池和涅电池的企业 其股价呢 是冲上了天 最少的呢 是涨了一两倍 最多的有高达14倍之多 但是在今年 特别是19年1月份开始呢 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 这些企业的股价 其中一个龙头的 锂电池生产企业 比如说叫做银河矿业 GXY 它的股价呢 从高峰时期的4澳元 跌至呢 现在仅仅只有1.2澳元 其下跌的幅度 也高达了70% 那么为什么是什么原因 使得这些锂电池 或者是涅电池企业的股价 跌了这么多 主要呢 它们的下跌 和中国目前的电动车领域的 遭遇到的寒冬 是有着很大的联系的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两三年 不仅仅是中国的电动车生产企业 包括美国的特斯拉 都在亏钱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家电动汽车是盈利的 由于初期所需要投入几百亿 及千亿人民币的成本 加上呢 后期的销售 并没有能够马上的拉回至成本 使得很多企业面临着资金链断裂 甚至于更多这个严峻的情况 所以我跟很多的客户朋友们说到呢 虽然我们知道像欧美 像包括日本中国 都对于未来15年20年设定了目标 希望未来呢 电动车能够最终取代 现在的汽油和柴油车 但是 我们不禁要问一下 如果这个目标定的是10年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持有这些电动车 这个电池生产企业的股票 你准备好持有10年吗 大部分散户 我想的都是目标是短期盈利 所以我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呢 就是等待电动车 它的销售占有率 或者说总销售量 超过呢 市场现在是5%以上 一旦达到了5%以上 这个分界线 那么相信会有更多的资本 会有更多的资金 来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说如果我们保守一些 对于我们散户来说 我们现在直接在目前的价格和目前的市场占用率情况之下 去购买这些电池生产企业 未免有一些为时过早 不妨等到呢 电动车的市场占用率更大 销量更多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赚的会少一点 但是把握却会更大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呢 就是有关于澳洲的物价情况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消费者指数 我们知道呢 澳洲从今年6月份开始降息 央行背后给出的三个原因 就是第一 GDP也就是我们说的经济数据呢 没有达标 第二 失业率过高 目前依然是在5%以上 第三 就是物价指数 低于了给出的标准 央行给出的标准是2%到3 但是目前只有1.4% 但是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奇怪 这个生活在澳洲 不论是邮费 水电费 还是家庭的开支 房租 或者去超市里买东西 感觉这价格可是越来越贵啊 为什么这个物价指数却偏偏还这么低呢 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物价指数的组成部分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 比如说超市的牛奶鸡蛋 七红柿价格以外 它也包括日常的生活开支 比如说水电费 煤气费 电话开支 网络等等等等 但是除去这些以外 占据着消费指数中比例最大的部分是来自于 一工资收入 第二是汽车零售价格 第三家电开支 也正是后面几项 由于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工资增长非常缓慢 而且是汽车价格 以前可能两三万买的汽车 现在可能反而会更加便宜几千块钱 包括我们去买冰箱洗衣机这些 价格也都在下跌 正是这些大件商品的价格下跌 拖累了物价指数的整体上涨 这使得澳洲目前变成了两个极端的情况 就是我们说的 这些非生活必需品 它的价格是不断的走低 但是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 牛奶鸡蛋西红柿 包括了水电煤气费价格 却不断上涨 这使得人们普通家庭的生活 是变得非常的困难 大家只能去削减那些 非生活必需品 凯支 比如说我少吃一顿饭 少买一件衣服 少买一个苹果手机 来维持住现在日益增长的电费 煤气费 这也是变相的 使得目前的经济进一步被削弱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只能去适应这个社会 不可能让社会来适应我们个体 所以我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 按照我们中国的古话 叫做什么 开源接流 开的是什么源 就是增加我们除了正常工资以外的 第二份被动收入 不论是您回家晚上去开优步 开开车 赚点小外快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股票投资 增加一些收入也好 这都是增加我们家庭收入 开方法的一部分 那么另一方面呢 当然也是要减少一些 非必要性开支 所以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之下 我们个体一定要注意 重中之重 就是增加额外收入 不一定您是要投资股票 但是呢 一定要往这方面去想 增加您除了正常收入以外的开支 这个呢 也是我们给大家做不断的做财经节目的目的之一 就是希望给大家增加一些理财的观念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